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很开心,今天可以一起来这里守主日,一起来敬拜神 我们全家人是之前从波士顿开车来的 后面那个办公室关了我们的四个小孩 今天一起来聚会,已经从早上到现在一整天 我很开心,我们分享了 我们今天的聚会是这样子 我会先请我的太太来到台前 有的时候神会给她一些感动 为了我们当中一些个人来做个祷告 然后之后我会放一个短片是5分钟 这是我之前在非洲、在西非服侍的一个影片 我们在那边有开设一个孤儿院 也就是一个小学,让穷困的人可以读书免费的地方 那接下来我才要讲我们今天的信息 今天信息我们要讲 我们要来一起看约安福音第二章里面讲到的 这个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就有分这个三个部分 那第一部分我想先请丽婷来 为我们当中一些人来做一个祷告 好,弟兄姐妹平安 然后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帮大家祷告 那我想要帮这位弟兄祷告 因为我从今天早上就看着他坐在那个教会啊 就很热啊 他永远坐第一排在调音控 然后我觉得我要为了为你祷告 上帝说你知道吗 你是一个忠心的人 一个是忠心的仆人 在神的眼里你是一个忠心仆人 然后我看到你啊 感觉你以前很像一个大哥 穿西装啊 皮鞋啊 然后旁边跟着几个小弟 你知道吗 那感觉就感觉好像 我所谓大哥不见是真的大哥 可能是就是老板啦 老板之类 旁边跟着小弟这样子 然后感觉你就走在那样子的路上 在你过去的日子 可是上帝说你知道吗 你现在聪明了 你现在选择一个对的人来跟随 所以你现在选择跟随耶稣 他说孩子我知道你是非常忠心的跟随我的人 所以当你选择这条道路以后 你会看到你未来的日子 会开始不一样 你现在已经看到 但是上帝说孩子 我会让你知道你不要小看你自己 你不要看你好像什么都不会 你不要拿你自己去跟什么 那些什么其他的保读诗书的人 我不是说你没有读书了 我意思是说你不要去跟人家比 你在神眼里很特别 因为你在对的时候 选择对的神来跟随 所以你的未来上帝会更多的祝福你 不管是祝福你 还有你的服事以外 而是你的家庭 你的其他的事情 上帝要祝福你 让你看到你当初选择这个神是没有错的 上帝不会让你觉得羞负 你不会觉得羞负 因为这个神是永远不会让你觉得羞负的神 他会让你看到 神啊 真感谢你 你拯救了我 所以祝福你 好 然后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 我刚上帝跟我讲一句话 在圣经里头 那耶稣跟他们讲 说那时候耶稣啊 他在教会里 他带门徒 然后再跟人家作息 然后他在立位人 他跟税吏 跟那个罪人一起作息 然后耶稣和其他人 他们就说 那些法利塞人 在新约里头 那些读了很多神的话的圣经的人 他们这些所谓高档的知识分子 他们就在议论说 哇神啊 耶稣你这个人实在是 不跟我们这些有知识分子 有这些所谓高档的社会人士作息 你跟这些罪人 跟这些 跟这些我们所谓看起来 比较普通的人一起作息 什么意思啊 然后耶稣他就说 你知道吗 我来健康的人 他用找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找医生 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 是来招罪人 你知道所谓罪人是什么 罪人是我们真真实实知道 我们是一个需要神的人 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需要神的人 所以呢 我觉得 我很开心可以在这里跟你们服事 我要告诉你们 我要告诉你们 你知道吗 不要拿你们 不要小看你们自己 现在所有的身份 不要看你们自己 跟别人比起来 什么都不是 可能你不是超有钱 你不是开房车 不是开 住在豪宅里头 可是你知道上帝说 孩子 我看中你们每一个人 因为你们知道 我是需要神的人 所以你们会领受到 比那些不认识我 但是住在豪宅或开 好车的那些人 你会领受到更多的祝福 那个祝福是他们永远不知道的 所以我要鼓励你们 不要想说去比较你们的价值 你们的价值在神的眼中 不是用你的薪水多少 不是用你的财富多少 不是用你的学历多少来比较 而是你们愿意信靠神 你们愿意信靠神 你们就会找到 你们在神里头的价值 这是我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的 然后我想要帮这位姐妹来祷告 我帮你祷告 上帝说孩子你知道吗 我看到你里头有很多重担 我看到你有很多的压力 然后你说 主啊我真的没办法 因为只有你是我唯一的依靠 只有你是我唯一的依靠 你就说主啊我不管怎么样 我虽然压力很大 我好像没有任何人可以靠 但是我抓住了你 我说神啊我只有你 所以你知道吗 上帝说孩子我听到你的祷告 你每一个祷告我都听到了 我要来帮助你 我要开始在你的家中 做各样的改变 你会开始看到 当你来呼求我的时候 当你来到我面前说 主啊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剩你的时候 当你这样祷告 上帝就要来帮助你 就会看到你祷告事情要一个一个成就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来祝福你的女儿 就帮助她 让她真实知道神是她依靠着 而且不会离弃她 祝福你的圣灵阿们 阿们 我待会私底下有机会再帮大家祷告吧 也许我们 我们可以稍微来说明一下 刚刚发生的事情 圣经说你们要切勿阿姨 要切勿做先知讲道 要追求属灵恩词呢 其中更要切勿做先知讲道 这英文是prophesy就是说预言 意思是说你在当时上帝使用你来对人说出在当时上帝的心意 对这一个人个别的心意 通常这个预言的恩赐在运行的时候 他带出了一个结果 我认为他最主要就是connection就是连结 什么意思呢 就是被祷告的人当下呢 他感觉哇原来上帝认识我 你会觉得说这个不是本来就是基本的神学常识吗 每个人都上帝都认识 但是在那个当下那一个人的感觉是更深刻的 上帝知道你经历什么事情 上帝知道你在暗中流过的眼泪 上帝知道你的童年 今天早上我们第一个丽婷第一个点起来的一个波波在那个大堂呢 第一句话是说我看到你在一个巷子里 然后你曾经经历过很多辛苦 现在在美国也很辛苦 后来我在结束的时候 那个波波来跟我们讲话 那他一直强调说哇这个很准很准 那我问他那到底那个巷子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我就是天津的胡同里面 我住那里的来美国以前我就是在那里 所以你看到的是我住的地方 那先知寓言的运行 很多时候上帝讲出一个人他住的地方 他下个礼拜要上大厅 下个礼拜要上大厅 这个波波啦 这个波波下个礼拜上大厅 上老师下个礼拜要上大厅 这个波波 对我们特别为他祷告就圣给他恩典 那这些预言呢 很多时候上帝会讲说人一个人 他住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刚刚讲说他是一个连结 所以你就知道说 哇原来不管你住的是豪宅 小房子巷子上帝在你住的那个地方 他看见你 在诗篇139篇 诗人讲说上帝啊 你从远处就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走我躺卧 你都知道 我即使呢 展翅飞到海的极处居住 我甚至在阴间下榻 我不管在哪里呢 你都知道 也许我们现在可以翻开来 不管在哪里 诗篇139篇 上帝都认识你 耶和华你已经见朝我认识我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你在我前后围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 至高是我不能急的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榻 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 飞到海及居住 就是在那里 你的手也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 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 使你不见 黑夜却如白昼发亮 黑暗和光明 在你看都是一样 黑暗和光明 在神看会都是一样吗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诗人说我放弃自己了 我要逃避神的面 你知道当一个人软弱犯罪 第一件事情他会做什么 不来教会 停止参加小组 小组上打电话 避而不接 想要逃避神 逃避神的面 逃避任何跟上帝有关的东西 这个诗人 他心里一定是有一些难处的 是说上帝 我到阴间下榻好了 我到海籍居住好了 我买了一个机票 我飞到地球 另外一端去躲起来好了 我不想再见到上帝 结果发现我即使到了天上 你也在那里 我在阴间你也在那里 不管飞到海籍的居住 你也在那里 你从来没有离开我 黑暗也不能够遮蔽我 使你不见 意思是说 你的人生有高低起伏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大大得胜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经历挫败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一个 好棒好棒的神的儿女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是 根本不配当个基督徒 但是让我告诉你 光明和黑暗在神看 这一样意思是什么 他对你的爱是没有增添或减少 是没有改变的 你觉得你做得最棒的时候 跟你觉得你做得最糟的时候 天父上帝对你的爱是没有改变的 是一样的 他用这一份爱要带你回来 能够继续的跟他一同行走在光明里面 所以天父上帝很乐意用 先知运言的运行的时候很喜欢讲你住的地方 你经历过的事情 你心里的重担 你一个人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在印尼叫巴仁顿万龙的地方 有个年轻人上来 丽婷跟他讲一句非常平常的话 那个年轻人一听了就哭了 大男人哭倒在讲台上 因为丽婷把他昨天晚上跟上帝祷告的内容讲出来 但是我们听是一个好像很一般的祷告 但是上帝要让你知道说 他认识你 你坐下你起来 他都晓得他从远处知道你的意念 他知道你口中舌头上都讲的每一句话 我就是在这个心情 当初毕业的时候 台湾男生都要当兵 我志愿说我要去非洲当兵 那有四个国家让你们抽 我从来四个通通没听过 布吉纳法所圣多美普林西比查德跟马拉威 那时候网络也不发达 所以先抽完签以后才上去查 这是哪个国家 布吉纳法所 坐飞机要三十几个小时 我们从台湾、香港、巴黎 待了一整天到下午才从巴黎再飞过去 所以当那个时候 我就抓住这个神的话 应许说 我即使展开青城的翅膀 飞到海籍居住 就是在那里神的手也要引导我 祂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在2001年到2005年 我在那边待了三年 我真的经历到这句话 神祂的手引导我 祂的右手扶持我 同样这句话也要应用在你身上 因为你从很远的地方 从中国 有人从桂林来 有人从不同的地方来 你飞来这里 你需要经历这句话 说神的手要引导你 祂的右手要扶持你 所以在西非的三年呢 在很特别的情况下 真的我现在回想 自己都觉得 这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我都不知道 我们在那里开设这些事工 那这十几年来 有不少的孩子 从我们那边毕业 所以我们现在在扩张 想要再盖中学 那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 我想用五分钟时间 把这个 有个教会他们同工去 他们所做的影片 跟你们分享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非洲的剑 这个部分把它带过去 然后之后 我们要进到我们今天的信息 做过的事我不会再错 做正确的选择 期待新鲜成果 如果有谁说他需要我 也不想记得身边的 只用了眼盘观 都改变不了我的决定 可是谁需要这爱 也不想记得身边的 只用了眼盘观 都改变不了我的决定 可是谁需要这爱 在世界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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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手中 在你手中说我 所拥有的一切 用时间换去世界 用生命带路指令 让梦想带来新的梦想 做过的事我不会再错 做正确的选择 期待新鲜成果 如果有谁说他需要我 丝毫不用考虑 让我飞奔而去 就算夜幕总记得身边的 只有冷眼盘观 都改变不了我的决定 可是谁需要这爱 夜幕总记得身边的 只有冷眼盘观 都改变不了我的决定 可是谁需要这爱 在世界另一端 有爱能否感染 也许今天的我们 都被给予期待 等书本再往下翻 寻找谁需要 坏坏在世界另一端 圆满的悲哀 带着你手中 说我做拥有的一切 用时间 用时间换去世界 用生命的理论 让梦想带来 让梦想带来 新的梦想 我知道 您有梦想带来 你这爱 让梦想带来 在世界 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翻开今天的圣经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 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 如果你没有在圣经,我们可以看前面的port point 我们已经把这个经文呢,把它打在这个头影片里面 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叫做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这可能是当基督徒都耳熟能详的 假设你圣经从新约一开始这样读呢 你很快就会读到这个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 如果你看清楚,我们一起来读 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 来,第三日 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娶亲的宴席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习 酒用尽了 耶稣的门徒对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 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母亲对佣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照犹太人捷径的规矩 有六口十缸摆在那里 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 耶稣对佣人说 把缸倒满了水 他们就倒满了 直到缸口 耶稣又说 现在可以咬出来 送给管席的 他们就送了去 管宴席的尝了那水便的酒 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只有摇水的用人知道 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 对他说 人都是先摆上好酒 等客喝足了 才摆上次的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这是耶稣所行的 头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为什么耶稣要行 这个第一个神迹 在一个婚宴里面 婚宴是一个家庭的开端 它是一个婚礼的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个婚礼是一个 家庭的一个开始 当耶稣这样行的时候 他在告诉我们说 当他选择要祝福你的时候 当他选择要施行他的神迹 要来彰显他恩待你的凭据 施恩典给你的时候 他常常是用家庭为单位 所以圣经里面才说 那个爱他 遵守他诫命的人 上帝要向他守约师慈爱 直到千代 意思是说当你敬畏神 你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 上帝祝福你不只有你一个人 你一个人的一生 还不够承载上帝所有的祝福 所以要能够延续到千代 意思是说你的子子孙孙 都能够因此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当上帝要施行神迹 要触摸你恩待你的时候 这不只是关乎你一个人 是关乎是你一个家庭 所以因此我们在另外一个圣经 我们读到说 你当信主耶稣 因为怎么样 一人得救 全家要因此得救 全家人的恩典 在耶稣的第一个婚宴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第二节 我们就直接往下走 我们就看那个 在第三节 我们看到了 酒用禁 这个时候耶稣被请去参加宴席 耶稣被新郎新娘邀请来 这是新郎跟新娘可以做最聪明的一件事情 最有智慧的一件事情 邀请耶稣进到你的家庭里面 所以耶稣可以在你的家 世行拯救 酒用禁是什么意思 酒用禁的寓意是这样 他讲到了我们的人生 他讲到了我们所活的 这个有限的生命 我们活在这个第三度空间里面 我们所有的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会用去耗去 变成就 毁坏掉 消耗掉 如果上帝给你一百年的年岁 你现在九十岁 那你就剩十年 如果你今天挣了一百块 你用了九十块 你就是剩十块 这是一个定律 这是一个限制 我们活在这个限制里面 常常很多人觉得 是有一种叹息的 哀叹的感觉 中国诗人讲到说 夕阳无限好 怎么样 只是近黄昏 但是我从一个长辈 跟我讲的话 我深深的体会 有个一届长辈说 佳恩我看你 那个一届的长辈 他说 我有的你都没有 我有钱 我有学术地位 我有很多病人 我有社会地位 我这个教师的 这个教授的 这个 我的博士的学位 哇 很多职份 但是呢 有个东西 是 你有没有 就是你比我年轻 我呢 用我的年岁 生命呢 耗去 消耗掉 用掉 换来我现在拥有这一切 我多么希望呢 我现在拥有这一切 当初不需要用青春去换 但是我换得了以后 我的时间没有 但是耶稣 他行的第一个神迹 是要针对这个限制 来带出突破 我觉得非常有趣 为什么 为什么 耶稣要变更多酒 圣经有另外一个地方讲说 不可醉酒 不可 因为酒可以使人放荡 那耶稣变这个酒更多 很明显 就让这些宾客 喝更多 能够宾主敬欢 能够享受 直到他们都喝饱了 喝醉 喝不下为止 为什么耶稣会变出更多的酒呢 因为他想要告诉世人呢 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他是说有就有 命力就立的神 他是可以始无变有的上帝 如果你知道水的化学成分 跟酒的化学成分 你知道这个完全对不上 一个有HO 一个呢 有C 有碳分子 这个没办法变的 其实你会化学 你会电解什么 是没有办法 人没有办法变出来的 但是上帝呢 透过这个神迹 要给我们一个信息 就是说 第一个 神关心你生活家庭的需要 另外一个圣经我非常喜欢的 叫做你若不幸在活人之地 得见上帝的荣耀 就早已丧胆 这在诗篇里面世人所讲 翻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你在你的生活 所经历的这个柴米油盐 这样促查 你的人际关系 你的婚姻感情 你的亲子关系 你的学业 你的财富状况 你的健康状况 你现在面对的身份问题 工作的问题 各样的问题 假设你没有办法 在里面经历到上帝的作为 上帝的荣耀 或说今天我们讲的 上帝的神迹 那你就早已丧胆 意思就是说 你就早就不知道 怎么活下去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基督徒人生 我们是需要 在每一个领域 每一天 现实生活里面需要 去经历到上帝的作为 上帝的能力的彰显 透过这样 我们可以更多的 去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好 那耶稣呢 这个酒用镜的意思 你明白了 那我们再往下看 石缸的水 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耶稣要用 石缸的水来变煮酒 他要做第二个 颠覆我们传统思想的一个突破 刚刚他颠覆了这一群人呢 关于人是有限的 但是神可以是无限的 这个思想 这第二个他要颠覆的思想呢 是人的宗教思想 石缸呢 代表了洁净的规矩 是一个宗教仪式 在古代呢 如果你参加了葬礼 下午去葬礼 晚上来这个婚礼 入进去这个房子以前 要先洗手 这不单单只是说 我们中国人文化里面 有这个担心触眉头 把这个坏的运气 带到这个新的这个 新人里面 同时也是有点 卫生 公共卫生的概念 对避免这个病毒的 这个细菌传染 假設你协助处理这个丧礼 但那个时候也许 没有这个藏仪社的服务 好 但是为什么耶稣 要用这个石缸的水 把它变成酒 刚刚讲 如果神可以 无中生有什么都来 都变 它可以用别的东西来变 为什么会用石缸的水 这个水明明就是 拿来洗手 洗脚的水 耶稣到底在做什么 祂在做另外一个颠覆 祂要告诉我们说 你来到教会 你听福音信上帝 并不是在听一套 条列式的 bullet point的道理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第五点 这个不能做 这个不能做 这个要小心 这个要谨慎 如果做这个的话 就会有这个咒诅 如果不小心这个的话 就有这个困难 不是在讲这个宗教的仪式 它是在讲一个 跟上帝造物主 你的父亲的一个互动的关系 是先有关系 因为你看中这个关系 所以你渴望 你可以脱离罪 好让你生命的黑暗 不让上帝担忧 那人的宗教信誓 在所有的文化里面 都非常非常明显的 不管你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我要说几个例子 早上说了 我发现很多 丢姐妹都觉得很有趣 我在读一的时候 我那些同学呢 大一的时候 大家传福音都很难 他们说 我们是现代化的高级知识分子 我们相信这个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所有东西都是进化来 你们讲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 那就不合 这不科学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原子电子 直子碰撞 最后变成蓝绿藻 蓝绿藻 最后变成单细胞 最后多细胞 最后变变变变出了猴子 猴子之后可以走路 变成人 所以在我们这一套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里面 是讲不通有什么上帝有鬼神 都没有 他们这样讲 到了大二呢 我们上解剖学 解剖学那时候呢 我们提供解剖都是无名师 到了学期末的时候 那整个尸体都已经肢结 所以要火化 教授呢 就说 各位同学 你们就烧香祭拜 感谢这个大提老师 在这个学期 提供他的身体来教导你们 那你们用烧香来表达你们的尊敬 如果你是基督徒呢 你可以用你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感恩跟尊敬 你就不一定要烧香了 我发现了 我那些所有的无神论的同学 他们不但认真拜 而且拜完以后还跑来找我说 那个莲牧师 我的绰号叫莲牧师 莲牧师 你呢 我们刚刚拜完 你现在可不可以再帮我们 用基督教的方法再祷告一下 双重加持 双重保护 双重加持一下 那我就笑他们说 那你们相信那一套跟这个好像不太符合 他说家里你不了解 那个无神论是一套 但是呢 现在我们现在在讲的是说 中文讲举头三尺 有什么 他说有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 不管了 但是举头三尺 万一真的有那么个什么东西 我们如果没有小心对待他 没有这个双重保护 得罪他 那出来害我们怎么办 所以同样的逻辑呢 到了大五的时候 我们要考医师执照 又来了 这些人通通去孔明庙 拜拜 那我就又开始嘲笑他们 我说 同学 我知道你们都相信这个人定胜天 特别是你们这些喜欢考试读书 从小就是最爱考试的人 起码考试你有信心吧 你怎么会这个事情特别跑去拜呢 他说 哎呀家里你不懂 我当然是对自己很有信心啊 我都准备完了嘛 但是呢 我去拜是这样 因为我发现 全班同学大家都去拜 所以呢 万一这个举头三尺 真的有他的这个什么东西啊 被他发现 他们都去 只有我没去 那他出来害我怎么办 有时候考试呢 虽然媒体都会 可是你填达 填电脑卡填错一行 就会变成零分嘛 所以呢 我们是基于保护的心态 所以你这个宗教的仪式是什么 是出于预防性 预防某个东西会来害你 同样例子很多啊 到我们那个学校的山坡上的 每天到骑机车下去买便当的 很多人摔车的 有车祸 有个同学说 家恩 我跟你讲 这个符咒超级灵验 我自从知道这个符咒有多灵验的时候 我买了两个 我骑机车呢 一边挂一个 我说 你怎么知道这么灵呢 他说 就是这样 我买了以后呢 常常带 有一次忘了带 出去呢 我就出了车祸 所以证明啊 这个符咒非常灵 所以 不能不带 你们想 这个整个逻辑的过程是怎么样 世人很担心 这一位或这一些什么东西 他们不知道到底是害我们的 还是帮助我们的 我现在不是在嘲笑我的同学迷信 他们是心里有敬畏神的态度 只是他不知道呢 有一位神 只有一位神 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而且他是良善的天父 他不知道他的个性 我们在教会里讲说 他不知道他的属性 所以呢 用预防性的 防止他来害我们的方法 来跟这些上帝来沟通 所以我非常喜欢一个步道家 叫布永康 他在整个非洲呢 他在四十年里面 带领千万人信主 他说一句话 他说世人呢 急急盈盈的摆设宴席 想要来取悦神明 在台湾呢 每年七月鬼节 鬼月的时候 开鬼门关 这个各路好兄弟会跑出来 然后呢 每家家户户在公司行 门口都会摆一摊 放烧箱 然后买很多汪汪鲜被啊 鱼竿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 我们需要摆一桌 给神明吃 那这个步道家说呢 世人呢 摆设宴席 要来取悦神明 但是那位真正的 那一位独一的真神 爱我们的天父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跟意义 呼召我们为他来成就大事 这一位上帝呢 他亲自为他的儿女 在他们的敌人面前摆设宴席 是反过来的 然后他讲第二句话 我觉得更喜欢 他说 世人呢 在寻找谁是上帝 这个伟人 这个功成名就的人 他死了以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击败他 也许他升天成仙 可以保护我们 世人在寻找谁是上帝 但是那一位真正的独一的神呢 他亲自降世为人 道成了肉身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在我们当中 还要来寻找拯救 世上的人 他是主动的 要来寻找 上帝来找人比较快 还是人自己去找上帝 找谁是上帝比较快 上帝找人比较快 对 所以呢 我们看了这个地方 跟我的同学的 这个传统的思维 有很大的相反的 我们在宗教仪式里面 我们觉得 我们要防被动性 免得被害 但是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看到 就在这个新郎新娘 都还不知道 自己灾祸临头的时候 耶稣已经主动的 去伸出手来 要事情神迹来帮助他 很多时候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我们的家庭 我们健康 我们也面临一个破口 一个灾难 我们是自己不知道的 但是如果有这样的 一个爱我们的天父 他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 就主动的来伸出援手 他在那里来帮助我们 这个才是我们要相信的上帝 所以耶稣打破第二个 传统的想法 我们接下来再看 好酒留到后头 这管宴席的人说 奇怪了 这个我们通常按照管理 是把好酒留到前头 为什么 因为前面宾客还是醒着的 后来呢 大家都喝醉了嘛 再把烈酒拿出来 就好了 不用拿那么贵的 前面大家都还清醒 刚到的时候 大家喝好酒 那你这刚好相反 怎么你后来拿出的酒呢 比前面这个新郎 用最高的价钱买的这些上等的酒 还更高的 更高档次的 到底怎么回事 你刚好是相反 其实这个管宴席人讲的 这个一般的新郎的行为 刚好讲出我们的人生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去怀念 我们以前的 我们所谓的good old days 好像过去的消逝的时光呢 总是特别的美好 好像那个好酒呢 在过去呢 已经喝掉 用尽 消耗掉 酒用尽 但当我们看到现在的人生呢 我们常会去叹息说 哎呀 我的美好的机会过去了 我最好时光过去了 哎呀 我老了 哎呀 我没有用了 我们会用这个 这个负面的态度来看待人生 但是一个相信耶稣的人 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救主的人 他这个生命是相反的 因为真言里面讲到说呢 一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如果你真的跟随耶稣的话呢 你的人生的道路是越来越精彩的 你的人生的道路是越来越有趣的 你的人生是越来越 越老越蒙福 越老越精彩 越老越多结果子的 因为上帝总是把更精彩的留在后头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更好的还在后头 那我很喜欢讲我的奶奶的故事 我今天早上有讲 我奶奶他是真的经历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故事的一个生命 他守寡至少六十年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爷爷呢 他躲在防空洞 然后后来得了疟疾 就过世 留下六七个孩子 我的父亲是那时两岁 我的奶奶呢 还要去抚养别人家的孩子 总共七个孩子 他是靠了那个拿砂糖跟盐在锅子里炒 炒成没有加豆 黄豆的那种酱油去卖 把七个孩子养大的 所以到他老的时候呢 他住在我们家 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 那我的父亲很孝顺 每天读呢 这个报纸给奶奶听 奶奶没有读书 读了读了 有一天奶奶叹气 她是八十岁了 叹气叹气什么 他说哎呀这个报纸写了这么多的人类的发明家 对人类有这么多的贡献 我都没有发明过什么 哎呀我老了没有用了 我的人生就是煮饭赚钱养活这些孩子 那现在他们大了 我实在不知道我人生是做什么 我不知道各位如果你有这样的长辈 他讲这样的话你会怎么安慰他 最普遍的安慰就是说 哎呀奶奶呀你看你的六个孩子 现在都成家立业了 没有人去当流氓啊 已经不错了 那他们孙子还有真孙女逃离满天下了 还有人都移民美国 这个上帝给你也走过那最辛苦那一段了 那你现在讲说什么 要当发明家 这个 但是我的妈妈很特别 她就说好 那个她的婆婆嘛 这个奶奶你想要当发明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 祷告完以后呢 我的奶奶她就开始提笔作画 家里有那个装潢工人剩下的美奈版 她就拿麦克笔画 画她的童年画圣经故事 画她小时候去的教会什么的 那后来呢 这个画挂在我父亲的牙科诊所墙壁上 有那个美术系的教授牙痛呢 在那边等 看一看看一看 他说哎呀 这个是我寻找多年的这个素人画家的题材 这几幅可不可以借我回去呢 跟学生讨论一下 那这个教授认识个杂志 台湾叫雄师美术 那杂志拿去刊登了 那过了几年 80岁开始提笔 没有读过书 没有上过学 第一次拿笔的人呢 到了86岁 他的画被拿去法国跟比利时参展 跟着台湾另外一个16个画家 叫做素人画家 他们出了一个法文的画册 最后一行呢 他写这个每个画家的素人生平 讲他的二战 然后他手刮 这辛苦的过程 最后一场自最妙说 这是第一个发明用美奈版做画的人 他说好好画 那这个奶奶的美梦也成真了 他真的变成了一个发明家了 那好戏还在后头 就是他后来92岁过世了 那我被派去飞 我说我抽签抽到非洲 上飞机前 我想说这个是法文的 那那个是法语系国家 所以我带来这个法文资料 去多练习法文 我去到那边呢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 他是回教徒 他过得非常惨 他被剥削 他一个月赚30块美金 他是法国人的警卫 这个警卫呢 没有三班 没有两班 就是一班警卫 意思说呢 24小时都他 他是单亲爸爸 带了一个女儿6岁呢 就躺在人家这个法国人的门口睡觉 他人生是充满绝望 那我把这个画册 那时候阿玛已经过世了 我把这个画册 拿给这个年轻人读 他读完以后 他说哇 你的奶奶认识这个耶稣呢 可以给人盼望 我也想要这个盼望 我也想要这个耶稣 所以在一个奶奶过世之后 她的信心 她的故事 依然能够说话 到地球另外一端 帮助一个回教徒的年轻人 让他可以认识耶稣 所以我在这个故事 跟这个圣经节里面有看到 神乐意赐福给你 在你的家庭里面 为了要向你彰显出 他的真实 他的良善的属性 跟宗教仪式里面那些 讲的是不一样的 那个上帝 第二个 你的人生应该是越来越精彩 应该是好戏 还在后头 而且这每一个祝福呢 都会连接到一个 跟永恒有关的目的地 我的奶奶现在在上帝那边 在天上 她不会去在意说 她卖花花 卖了多少钱 对不对 她不会去在意说 当年有多少法国人 比利时人在她花多 前面给她多少掌声跟赞叹 这些属地的 属物质属士的荣耀跟祝福 都是会过去的 她在那里 她已经不在乎了 的确当年那些是神给她的 但是上帝 把这些属士属地的祝福 给她的时候呢 带来了永恒的结果 你看这个非洲的这个 回教徒因此相信耶稣 今天从早上到现在 在这个教会 有四百个人听到这个故事 所以阿嬷的信息 她的生命 还是可以继续在这边 给一些人鼓励 所以因此呢 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今天在周报上面 有一个我们要背诵的圣经节 我们在前两堂 我们忘记把它念出来 但是今天呢 我们一起来念它好不好 来 我们一起来背诵一下 在诗篇 那个背诵经文的地方 好不好 你如果翻到的话 我们一起来念 来 我们再练习一次 我们再念一次 我们接下来用背的 来 我们再念一次 来 敬畏你 投靠你的人 你为他们所积存的 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 是何等大 好我们来试试看背试看看 什么样的人 敬畏你 投靠你的人 你为他们所什么 积存的 在谁的面前 世人面前 所施行的恩惠 在世人面前 这句话有一点点冲击到我们传统里面对上帝的看法 上帝在世人面前 为我们积存恩惠 意思是说 神的恩典跟祝福 没有切割属灵属天或属世的 不是这样切割 意思是说 如果神给你的祝福 只有受限于 只是属天跟属灵的部分的话 那就不是在世人面前 因为世人是看不出来的 懂我意思吗 上帝会给我的奶奶去法国参展 那是世人面前 那是属地的属物质的 不是顶属灵的 对不对 那是在世人面前看得出来的 但是他带出一个属天的属灵的影响 在后面 因此我要讲这个是说 这让我们的心得到释放 是说 我知道神也乐意在属物质 属地的事情上 能够恩待我们 是在世人面前看得出来 他们明白的东西 好让这个恩惠在你身上 可以带出属灵的意义 可以带出属灵的影响力 可以使人因为你的生命故事 而因此认识耶稣 好我们一起用低头来祷告 我们低头闭眼睛的时候 我想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 进到你的生命当中 你从来没有邀请耶稣 进到你的家里面 就像这个新郎 这对新人一样 但是你知道说 你需要耶稣 因为你的酒会用尽 你知道你的人生是有限的 你知道人们因为罪 犯罪得罪的神 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 缺乏秩序 有多少人 你听了今天前面那段见证 你知道上帝认识你 所以你说我今天我也要来认识上帝 我要邀请耶稣到我的心里面 好让我的好久可以留在后头 我的人生要越走越光明 越走越精彩 好久留到后头 我要破除我对这些宗教仪式的看法 我认识上帝不是在惧怕 害怕得到了什么不好的东西才来 我是要来真正认识这位良善的天父 如果你从来都没有邀请耶稣进到你的心里 但是现在你想要这么做 我要为你祷告 也要教你怎么祷告 跟你一起来祷告 所以若是有这样的人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 当我们所有人继续低头闭眼睛 我要邀请这样的人能够在你座位上举起右手 再放下 举起右手让上帝看见 然后再放下 那这样的人我要跟你一起来祷告 所以如果你预备好 就是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 但是你现在要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 你的家 这样的人呢 请你在我数到三的时候举起右手 一二三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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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上帝看见 感谢主 还没有人要接受耶稣的 感谢主 我看到了 感谢主 请放下 还有没有人 刚刚举手的人呢 好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已经是基督徒 我们已经接受耶稣的人 我们跟他们一起来祷告 我说一句 你们跟我一起说一句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进到我们的心里 进到我们的心里 赦免我们的罪 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的误会 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成就我的挽回祭 成就我的赎罪祭 我邀请你进到我的心中 赐给我活泼的盼望 死里复活的盼望 带领我一生的脚步 我的家庭 我的后代 直到千代 都要蒙耶尔华的赐福 我要经历好久留到如今的恩典 我要经历艺人的道路的恩典 因为艺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 因为艺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现在你可以 不用跟我讲话 但是继续听着我祷告 我想为每一个人来祷告 祝我们当中有人在工作 面对很多难处的 我求你祝福他 给他恩典 可以看到突破 祝我们当中有人在亲子关系的沟通上 有很多难处的 我求你给他们智慧 让他们知道怎么样跟孩子沟通 可以重新建立美好的关系 祝我们当中有人在婚姻的关系里面 有很多的愤怒 有很多的不能理解 好像一个很冰冷的一片墙 把夫妇隔开的 祝我恳求你现在伸出你的手来触摸这些婚姻 带来修复 带来饶恕 带来医治 释放你奇妙的作为在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 祝我们当中有人生病的 我们求你伸出你的手来 医治疾病 叫我们经历神迹 因为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你所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在我们当中有人缺少平安的 特别在你睡眠的时候 你就心里有很多重担 脑子一直转没有办法停下来 主我求你让他们今天晚上经历的平安 他们可以睡得好 因为在圣经里面说耶和华所爱的 必是他们安然睡觉 祝你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有好的安眠 我们求你钉横手继续带领我们 实行神迹的手继续按手在每个弟兄姐妹身上 让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经历神迹 主更重要的是我们心里面经历生命改变的神迹 好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你 好让我们可以常常听见你的声音 好让我们可以常常来乐意快跑来跟随你 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 我们拍手将荣耀归给神